我的妈妈 我让她很失望 我没有照顾好我自己 她放手我去外国做工 可是我没有照顾好自己 可是我就回来回家的时候 是把自己不是一个完整健康的孩子回来 这就是我对不起她的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特别的菜 是 什么菜呢 那就是白瓜葡萄 为什么这么特别 因为这道菜我很喜欢煮给我妈妈吃 我妈妈很喜欢吃 我妈妈从来不曾拿起过她的藤条来打我 从小到大 她很疼我们 因为我老爸走了很久了 然后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我妈妈就是靠坐车衣来养活 她的三个小孩子 我觉得她很辛苦 她从早上五点半就开始 有时候赶泥赶到半月凌晨 一直就是坐在那边 还要煮菜煮饭给我们吃 我们的厨房蛮黑的 我还记得 有一个单独装的烧热 一个黑黑的窝 一直蚕蚕 然后我妈妈就站在那个厨房那边 一直在那边炒炒炒 那个倒飘油呢 就永远放在那个火炉的下面 然后我又坐在下面嘛 就是顺手 妈妈说下油啦 好我就从下面拿油上来了 因为家里很多东西要做 所以她煮东西她煮蛮快的 很简单的材料能煮出这么香的味道 觉得到我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从头到尾 我妈妈从来还是一样的 她不会放弃我 就是在去年呢 我妈妈说 是时候你出来啦 你还不出来等几时出来 难道你要等我两脚一身 你才出来的话 我来不及看了 你能坐 谁说你不能坐 她是我第一个订阅者 从The Lion in the Kitchen 真的吗 要你坐 我妈妈好像欧巴这样的 妈妈 对吧 我还是说妈妈 我做到了 我很爱你